阿彌陀佛 諸位法師 諸位菩薩 大家晚安 阿彌陀佛 今天我們要繼續一起來研討一下 我們的主題是世界佛教史概論 現在已經到了第三個單元 在這個單元的部分 我們主要是要介紹 從佛陀的時代到現代 整個佛教在世界的傳播 跟它分佈的一個狀況 我們來看一下 整個世界佛教 我們大概從幾個地區來看一下 首先是亞洲這個地區 亞洲的印度正好就是我們佛教的起源地 所以亞洲地區包括東北亞 東南亞還有南亞 都是最直接受到印度佛教的影響 所以我們會就這幾個地區 一起來看一下它的發展狀況 另外歐洲跟美洲地區 隨著移民還有整個世界地球化的趨勢 那佛教也慢慢的都有傳播到歐美地區 那這個地方我們也來看一下 它從過去還有現今的發展的一個狀況 最後就是其他的地區 包括澳大利亞 非洲這幾個地方 好 那我們再往下看一下投影片 好 如果我們看 這一個是一個世界上的地圖 世界地圖 這個地圖是從我們網路上找到的 那它有分很多色塊 很多顏色 對不對 它其實就是一個宗教的地圖 世界宗教地圖 我們佛教的部分大概都是偏在亞洲這一塊 我們有看到這個屬於這個淡黃色這個區 那大概是屬於大聖佛教這個地方的地區 那比較深黃色這個地方是藏傳佛教的地區 那至於這個土黃色這個地方 那就是主要中南半島這邊就是 上座部佛教的地區 我們上個禮拜有談到佛教的傳播 大致上分為南傳佛教跟北傳佛教 北傳佛教又以我們中國的漢傳佛教 還有西藏的藏傳佛教為主 那南傳佛教 從斯里蘭卡包括現在的緬甸 泰國 高緬 遼國這些地方 我們現在統稱為上座部的佛教 上座部 因為這個主要的傳承 傳承是當時部派裡面的上座部 所以叫做上座部佛教 好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東北亞這個地區 這個地區的話 最主要也就是我們漢傳佛教 所影響的區域 東北亞 那我們先來看看 直接講朝鮮半島 中國我們就不用再講了 在上周我們已經介紹 中國佛教有八個重要的中派 那這些中派 它就是傳到我們臨近的朝鮮半島 現在的南北韓 乃至再往東又傳到日本 那所以我們先看看在朝鮮半島的佛教 如果我們看這張投影片 那右邊有一個照片是 韓國大韓佛教總本山叫曹西寺 這個曹西寺 也就是現在韓國很重要的中派 曹西宗的總本山 那這個曹西宗相傳是 建在14世紀1395年 1395年 那也就是這個曹西宗的重要的一個據點 那在佛教傳入朝鮮半島的時候 大概在魏晉南北朝到了水塘這個時代 朝鮮半島主要有三個國家 史上稱為叫做朝鮮三國時代 我們中國有三國時代 在朝鮮半島當時也有三國時代 他的三國是高距離在北邊 東邊的百季跟右邊的新羅 那這三個國家大概都是在公元前一世紀 到公元七世紀 大概有七八百年 他們在朝鮮半島 這是朝鮮的三國時代 時間蠻長的 七世紀的中葉 這時候的新羅 新羅就是剛才我們看那個地圖 右半邊 他聯合了中國的唐朝 他就消滅了百季跟高距離 建立了統一的王朝 那這時候國家統一了 那他的佛教的發展 也就逐漸就脫離了中國佛教的傳統 也就是他自己有他自己的特色就產生了 在公元十世紀的時候 新羅王朝後來他又被高麗王朝取代 那佛教在王室的護持之下 那他的朝鮮特色就越來越明顯 好 那我們按照這個時間來看 朝鮮三國時代分別在百季 高距離還有新羅他們的發展狀況 百季雖然他沒有跟當時的中國直接有領土的接壤 但是他的佛教傳進去相當的早 大概在公元348年 據歷史的記載 當時百季有一個國王叫整流王 整流王 在那個時候 那時候相當於我們中國的魏晉南北朝 那時候東晉有一位印度的法師 范森 范森就是印度的法師 他的法名叫摩羅南陀 他把佛教帶到百季 那接著呢 那接著呢 百季王朝的幾個國王 包括阿興王 聖明王 威德王 法王 武王 他們都推崇佛教 那我們都稱他叫做護法人王 到了六世紀的時候 高僧背出 那時候有律宗 當時有一位聖宏法師 聖宏律師 他宏律很有名 是我們百季的律宗的祖師 那百季傳中國的佛教很早 他同時也最早影響到日本 差不多在公元546年的時候 那時候百季有一個叫聖明王的國王 他把佛像 經書 把他送給日本 佛教就開始傳到日本 那日本知道有佛法 他們就派這僧侶到百季來學習 那時候傳到百季的佛教 主要是三論宗跟陳時宗 後來就是這兩個宗派 先傳到日本 這兩個宗派 我們在中國 我們把它歸類成小盛的宗派 那三論宗跟陳時宗 在中國是相當的早 不過後面的發展 就比較沒有那麼特殊 好 接著我們再看另外一個國家 叫高距離 三國當中的高距離 高距離它就有跟我們 當時的中國北方有領土的相接 那它也是中國的魏晉南北朝 相當於北朝那個時候 受到中國佛教的影響比較大 那時候高距離有一個國王 叫小壽陵王 那在公元372年的時候 那時候北朝 北朝有一個叫前秦的國王 叫福堅 這位國王在歷史上很有名 他有派遣有一位法師 叫順道法師 他就帶著金書跟佛像 把佛教就傳到高距離 那過了兩年 過了兩年又有一位法師 叫阿道 阿道的法師 他也到高距離來傳教 那375年的時候 這位國王 因為有兩位從中國來的法師 那國王就分別為他們建了寺廟 蕭門寺跟伊佛蘭寺 那這個是在朝鮮半島最開始有佛寺 在佛教傳入了朝鮮半島之前 那朝鮮族的人民他們崇拜鬼神 信奉烏教 到了佛教傳進去以後 主要還是以那個王室或貴族為中心 因為佛教它的教理比較高深 另外就是說 那些經典文字都需要有受過教育的知識分子 才能夠理解 所以開始的話都是在貴族當中來流傳 那貴族王室就把這個當作 這個宗教當作護國祈福 國家信仰 這是這個時期的佛教形式 朝鮮半島這個三國當中 佛教比較晚傳進去的是新羅 到了五世紀 才從北邊的高距離傳進來 但是它發展的卻最好最新生 到了新羅的真心王時代 西元六世紀的時候佛教的發展如日中天 那新羅王朝後來 它就是跟當時中國的唐朝合作 後來它就統一了朝鮮半島 那所以它當時新羅佛教就受到中國的影響很大 然後大聖 中國大聖的各個宗派就有傳進來 其中那個元曉跟異鄉大師 他是洪傳這個華延宗 另外元策跟太賢大師是宣揚法相宗 那元曉法師這元曉大師他有很多的那種神意的傳說相當多 他跟異鄉大師兩個就結伴 他們就到中國去學習佛法 兩個結伴同行 結果在路上有一次他們晚上就是沒有辦法找到 以前是那種客棧或驿站 他沒有辦法趕到驿站或客棧 所以就要露宿野外 那在野外旁邊有一個墳種 在墳種旁邊就過夜 那元曉大師當時看到這個墳墓 他很有感觸 他看到這個墳墓 他覺得眾生人必有一死 生生死死 生生滅滅 所以我們也不需要這麼樣的執著跟煩惱 他體會到 心佛眾生有同一法性 哇 有所體悟以後 他就跟異鄉大師講說 對不起 我要回國了 你自己去吧 他自己就折回去了 很率性 他相當的率性 那異鄉大師他就只好一個人 就繼續到長安去 那去長安那時候就是 跟當時的華言中 中國華言中的字眼大師 來學法 字眼大師相傳是我們 中國華言的三組 那中國華言中的四組 法杖大師 他就跟異鄉大師就跟法杖大師 就會同學 同學 都是在字眼大師那邊學 學這個就是中國的華言中 那袁小大師呢 他自己就折回來 他自己就回到心裸 他有所體悟以後 他的這個作風就變得很奇怪 他有時候呢 在山野裡面打坐修禪 有時候呢 跑去花天酒地 所以搞不清楚他在想什麼 一直到那個辛羅國王 請他對佛經來做住宿 他又很專心的完成了一些住宿 包括很有名的大聖起興論的術 那就是袁小大師完成的 史稱叫海東樹 很有名的一部住宿 海東 因為那個 朝鮮半島處於東邊嘛 叫海東樹 那很多韓國的法師 我們都稱為海東大師 是當時對朝鮮半島的稱呼 好 那異鄉大師後來學成以後 他就回國 回國 那就在國王的支持下 他也就創立了朝鮮的這個華眼中 那他回國以後 他都還有跟那個他的同學 法障大師在互有通信 就是留學生跟本國學生 之間都有聯繫 一直保持聯繫 那異鄉大師就是成為後來 韓國朝鮮華眼中的出主 好 這是華眼中的部分 另外還有一個法相中的部分 那主要是原策大師 原策大師他就到唐朝 那時候玄庄大師 從印度所謂的取經 所謂的求法回國 正在長安做譯經 他把帶回來很多的範文經典 必須要翻譯成漢文 那原策大師也參加了這個翻譯的工作 那他同時也是跟著學 玄庄大師還有他的弟子 奎基大師 後來就創立了這個叫做法相中 我們在第一週的時候 有談到所謂的瑜伽為士這個型派 這一個型派的修行法門 主要是這種用唯士的思想 用瑜伽形來做修行 那原策大師就跟著在玄庄的門下來學習 同時他也去翻譯一些漢義的經典 參加翻譯的工作 那時候新羅國王想要請他回國 看能不能來成立宗派 但是當時的皇帝已經由女皇武則天集會 那武則天也非常欣賞原策大師 那使者就來請求 說想請原策大師回國 誰知道 武後就是女皇不同意 不答應 那原策大師就沒有辦法回去 所以後來原策大師沒有回國 他沒有回國 那他是跟他的另外一位太賢大師 當時太賢大師也有到長安 也是在玄庄大師 葵姬大師的門下學法相中 後來是太賢法師回去朝鮮 後來就創立了在新羅國創立了法相中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緣起 除了華岩法相 另外淨土宗也有傳到朝鮮這邊來 綠宗在之前就有了 另外秘宗唐朝的秘宗也有傳進來 那比較重要的發展是禪宗 禪宗在新羅後期到後來的高麗初期 他發展得很好 他發展出九派 在歷史學家叫做禪門九三 有九個派別發展得非常好 那新羅的佛教受到王室的支持 寺院遍布 朔德悲出 那為後繼的高麗 高麗佛教奠定了很好的發展基礎 我們再來看 到了公元十世紀到十四世紀左右 朝鮮從三國時代 除了被前面的新羅國統一以外 後來變成高麗王朝來取代 高麗王朝的創國者 就高麗太祖 他也是互持佛教 也是很有名的所謂的互法人亡 那他為了當時受到外敵的入侵 第一次是契丹 第二次是蒙古 兩次的侵略 那他為了要祈福救國 他就發願來雕印所謂的高麗大藏經 那這個是很有名的高麗藏 高麗藏 那這時候太祖也會常常 來興建寺廟 舉行法會 來為國消災祈福 那時候的外患比較多 高麗的佛教發展 我們也可以把它分成前後兩期 前期是高祖到宿宗時期 中國佛教他就持續傳入 包括前面新羅的時候傳入的華言跟法相 還有禪宗 那這時候這些中國的 這些祖師的著作也好 還有一些中國的這些僧侶也好 也都跟高麗佛教有很多的交流 那當時有一位大絕一天法師 到了宋朝的時候 相當中國的宋朝 他在中國學習 回國以後他就成立了天台宗 這是前期 那高麗的佛教後期 從瑞宗以後 那有一位至那禪師 他復興了在新羅佛教時代的道義禪師 有所謂的朝西宗的法脈 也就是六祖 六祖惠仁他的法脈 在韓國稱為朝西宗 然後把它融合後來中國的寧濟禪法 那變成說一個屬於朝鮮民族的宗派 到現在還是很有代表性 好 那我們來看看這個高麗大藏經 高麗大藏經 事實上它有兩個版本 現在留下來只剩下 所謂的再雕版 初雕版 在公元11世紀 1087年雕城 但是到了13世紀 蒙古入侵 因為戰亂 初雕版被燒毀 因為這個雕版都是木雕的 它的材質是木材 這個木材當時都要泡在海水 要泡好幾年 它當時的防腐的技術 然後拿起來以後才能雕刻 但是呢 雖然防腐 但是怕火 所以戰火就燒掉 到了高麗的高中的時候 那時候蒙古又入侵 那他就是祈願 說這個蒙古軍 看能不能可以退兵 所以他就發願 在公元1236年 再次雕照大藏經 這一次花了16年雕好 這個叫做再雕板 現在稱為八萬大藏經 為什麼叫八萬大藏經 不是價值八萬台幣 不是 是八萬塊的木塊 我們看到這個投影片 我們右上角這一個 它每一塊的雕板 長度大概是60公分 寬24公分 高大概是3公分到4公分 每一塊重3、4公斤 那以前的這個還沒有活字印刷之前 他就是用這個雕板 把紙張放在上面 有點像用踏印的方式來印刷 所以上面的字都是 一個字一個字刻起來的 那右下角 這個就是放這八萬塊雕板的藏經格 這個就是目前海印寺 放在海印寺裡面的藏經格 那現在這個藏經格 已經列入了聯合國的世界文化遺產 所以它不常開放 你要進去 要等到它開放的時候 而且一次一天 只能允許20位進入 只有20個 而且是不能放鬆 因為它是很嚴謹的 它有所謂的監控錄影設備 來看海印寺有沒有徹底來執行 這個世界文化遺產的保護措施 那在幾年前 很幸運的 有排到20名以內 所以有進到裡面去 有真正的看到 這一個高麗杖的 藏經格跟它的刁板 大家注意看一下 這個藏經格這張照片 那個右邊 右邊 這個是它的窗戶 它考慮採光的 採光 而且它這個光線從的早上日出 那個光影有在變化 也就是光線 它有一些乾燥的功能 但是又不能太乾燥 因為太乾燥木頭會裂 很講究 所以呢 又怕潮濕腐壞 又不能太乾燥 所以要恰恰好 它的溫濕度 還有它的溫度 那這個左邊 這個一格一格的 就是放這個刁板的位置 金架 它是橫的這樣子 一塊一塊插放進去 那有沒有看到 那個底下 底下它是架高的 它不但是架高 它的藏經格是很多排 它架高以後 底下空氣是會流通的 那注意看 我們右邊 這個窗戶 底下的窗 是用那個窗子封閉 不通風但透光 然後上面的是通風的 所以空氣是在上面跟底下 來對流循環的 那現代科技很發達 在幾年前 海鷹市 想說這個目前是 世界文化遺產 也是我們佛教的寶藏 當然也是韓國的寶貝 國寶 所以要好好保護 它想說 好吧 那我們用現代的科技 控制溫濕度 於是他們用了現代的技術 蓋了一個新的藏經格 想說那這樣是不是 可以保存得更好 蓋好以後 他們把這些雕板移進去 發現沒有比較好 發現那個雕板出現危機 反而太乾燥 反而很難控制 那到底什麼道理 為什麼現代科技 還比不過 傳統的這個技術 現在 包括海鷹市 他們也講不清 這個是海鷹市 在介紹的時候 他自己講的 所以後來 就放棄了現代化的 這個藏經設備 再把這些雕板 這移回原來的位置 所以目前又回來這個位置 這個是 一個很特殊的情況 好 這個高麗大藏經 裡面 我們剛才講 有八萬餘塊的木板 漢字大概有五千兩百餘萬字 有六千五百多券 那他收羅的這些佛教經典 包括中國北宋 契丹和高麗 高麗自己的大藏經版本 所以他的非常有歷史價值 如果想要了解古代中國 還有契丹的藏經 那就是必須要去做高麗藏的研究 雕板他本來是藏在 這個江都大藏經版堂 十四季的時候 他躲避日本入侵 於海鷹市 那時候 日本有入侵 這個朝鮮半島 那同時 二次大戰的時候 這個海鷹市 都沒有遭到嚴重的損毀 那很奇妙 有炮彈打到海鷹市 都沒有傷到藏經閣 所以目前 這就是海鷹市的藏經閣 在這一個藏經殿後面 比較小的就是藏經閣 所以我們看那個 其實藏經閣很高 我們看這個人的比例就可以知道 這個是人類不只是佛教 很重要的寶貝 好 到了十四世紀 有一位 李承貴 他統一了朝鮮半島 把國號叫做朝鮮 我們稱為李氏朝鮮 簡稱李朝 那時候他開始 排佛從儒 那時候中國傳來的儒家 是那個宋明禮學 特別是朱熙 朱子學 那這時候 佛教的發展受到了限制 那有些宗派 就開始做一些合併的情況 像朝溪中 天台中和池南中 就合成所謂的禪中 這邊的禪中 不等同中國禪中那個禪中 就是以禪修為主的宗派 另外一個是以教理為主的宗派 叫教宗 禪中跟教宗 教宗就包括有華炎 慈恩宗 慈恩宗是原來的法相 然後中道宗 神印宗 南山宗 南山是律宗 後來又發生了大規模的 毀世事件 然後當時也禁止出家 你出家就是犯國禁 禮朝的太宗到顯宗 公元15世紀到17世紀 200多年 那這時候有 搬行的很多 毀世滅佛 破身還俗 種種措施 那讓著朝鮮本來興盛的佛教 日益的示威 好 到了近代 二十世紀 1910年 日本就併吞了朝鮮 這時候把佛教的教團 分為三十本山 其實他就是為了劃分教區 分成三十個教區 那把朝鮮佛教稱為禪教兩宗 以黃爵士當作中央教堂 也受到日本佛教的影響 那生旅就變得可以結婚 還有戴法修行 二戰以後 朝鮮半島 我們知道分裂成 所謂的北韓跟南韓兩個國家 一直到現在 那現在的南韓 它的佛教分為十八宗 最主要的兩大主流 是傳統的朝西宗 跟太古宗 那朝西宗就是比較 繼承原來我們中國佛教的傳統 戒律的傳統等等 那太古宗 那他們就是可以結婚 或者是戴法修行的 那目前 韓國的佛教界 他有開辦中和大學 像在首爾有一個東國大學 很有名 他就是佛教開辦的大學 同時他也致力於慈善事業的發展 好 接下來我們看看 再往東傳到日本 日本佛教的情形 我們看到這張 投影片 左邊這個是日本各宗派的分布 還有他信眾的密度 密度的分布圖 右邊上面看到有一個寺廟 這個寺廟相傳是日本最早的佛寺 叫做飛鳥寺 它是飛鳥時代的佛寺 它很特別 它是中間 我們看到這個圖 中間是一個塔 日本他們很喜歡用木造的五重塔 然後旁邊有三個金堂 金堂 金堂就是包括講堂 禪堂 他們稱為金堂 三個金堂 一塔三金堂 相傳是受到當時朝鮮百祭佛式的影響 所以說有特殊的這種道場的配置 在日本稱為叫做飛鳥式的前蘭配置 現在的日本佛教 很多都是兩雙塔形式 它都分東西兩塔 然後金堂的配置 就不再受飛鳥時期這個限制 目前只有飛鳥時期最特別 它又最早 所以成為飛鳥式前蘭配置 那底下這個圖就是看到 這個是大殿裡面的 那他們裡面都是榻榻米的形式 我們可以看到日本的法師 他們的身符有各種顏色 這是後來宗派的發展出來的 日本佛教大概主要的宗派 我們可以看到這一張圖 這個樹狀圖 最主要是在奈良時期的六個宗派 叫做南都六宗 還有在平安時期 奈良時期就是以奈良為都城 相對於北邊的京都 叫南都 後來在平安時代就遷都到京都 京都有兩個宗派 在奈良時期的宗派有六個 包括法相 巨捨 山論 陳時 華言跟律宗 到了京都的平安時代 那時候天台宗跟曾炎宗 這是新創立的 天台室最成大師去中國天台山學法 然後回到日本來創天台宗 曾炎宗是很有名的空海大師 到了長安的青龍寺 學唐朝的祕法 回到日本創曾炎宗 也就是所謂東祕 那京都的時期以後 天台宗 人才被出 那他底下又日聯上人 又創立了日聯宗 那還有法蘭桑人創立了淨土宗 後來清卵的淨土真宗 到了大概宋代的時候 寧濟宗跟草洞宗 就紛紛地傳入了日本 到了明代援引禪師 受日本的邀請 在現在的黃埔 日本黃埔這個地方 黃埔就接近宇治那個地方 這邊創了一個黃埔寺 所以稱為黃埔宗 黃埔萬福寺 那如果大家有機會去宇治的時候 只要再坐大概四站的電車 十分鐘左右就可以到黃埔寺 它是一個很典型的明代建築 跟日本很多佛寺的唐代建築 非常不同 好 那我們看一下 日本佛教的起源 主要是從中國傳進來 經過朝鮮 剛傳進來的時候 也不是那麼順利 後來由崇佛者這一派 就獲得勝利 然後整個發展分為七個時期 飛鳥時期最早 公元六世紀到七世紀 奈良時代 公元七八世紀 相當於中國的隨唐 平安時代 就是八世紀到十二世紀 唐末跟宋初 然後連昌時期 十二世紀到十四世紀 四丁時代 十四到十七世紀 江戶時代 還有明治維新 這是近代 十九世紀 七個時期 日本佛教開始 最主要要歸功於聖德太子 聖德太子在日本佛教的地位 非常的崇高 如果大家去日本很多的佛寺 都還可以看到聖德太子像 他的法像 他的塑像 他設政了三十年 下朝新隆佛法創建佛式 而且他自己還宣講佛教的經論 而且他派遣使者到唐朝 然後直接學習隨唐文化 以佛教為國教 推古天皇 三十三年的時候 西元七世紀 高麗的沙門 叫做會貫法師到日本 洪傳三論宗 變成日本三論宗的開示 另外道昭法師在公元653年到唐朝 跟隨玄章大師來學習法像中 回到日本創法像中 第二個時期是奈良時期 相當於中國的隋唐 這個時代有一個很著名的天皇 叫聖武天皇 他興建了一個非常壯麗宏偉的東大師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去參觀過 我第一次看到這個寺廟的時候 相當的震撼 他光佛教 在佛像 譬如遮那佛的佛像 就十六米高 四五層樓高 然後呢 那一個大雄寶殿 東大師的大雄寶殿 是現在世界最大的木造建築 它目前的這一個 墓造建築 建得很早 但是當中經過三次的改建 為什麼要改建 因為墓造建築最怕火 所以它被燒過 那現在的規模 事實上比原來還小一些 雖然小一些 但是各位去看還是相當的震撼 還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全部木造的建築 非常不得了 那 那個十六公尺高的 譬如遮那佛就是世界有名的奈良大佛 唐朝的建築大和尚 剛到日本的時候 聖武天皇 邀請他到東大師來傳戒 所以呢 在東大師目前還有戒壇 在中國很多寺廟都看不到戒壇 但日本還有看到戒壇 而且東大師這個戒壇是室內的戒壇 不是戶外的 建築和尚他自己後來創了唐召提示 也有一個戒壇 但是他是戶外的戒壇 也是沒有屋頂的 東大師這個是室內的戒壇 好 那所以聖武天皇 他有很大的這個功德 這個時期 主要的宗派是三論誠實法相聚捨律宗 六家 就是所謂的南都六宗或叫奈良六宗 那這時候佛教的發展非常的蓬勃 包括寫經文學美術也同時盛行 那這個時期的佛教 主要是按照中國佛教的特色跟傳承來發展的 第三個時期是在京都的平安時期 這個時期最有名的兩位大師就是醉成跟空海 他們到唐朝去分別學天台中跟真言中 所謂的唐密 回日本後創日本的天台跟日本的真言中 醉成跟空海當時他們是隨著潛唐使搭船一起要到中國 當時的航運技術不發達 要橫渡大洋大海是很危險的 甚至要冒著生命危險的事情 醉成跟空海大師他們那一次的潛唐使團 有四艘大船 聽說空海大師在一號船 醉成大師在二號船 那船四艘一起從現在大阪這一帶的南坡 現在大阪還有一個地方叫南坡 南坡以前是個港 現在南坡變成是一個熱鬧的地方 看不到海港 可能是那個海平面有上升 還是那個海埔地的關係 從南坡出海 結果呢 就碰到這個暴風雨 兩艘船就沉沒了 剩下兩艘船 第一艘船 他們本來是要到杭州這一帶的 結果第一艘船就跑到了福州 就空海大師那個船 空海大師上岸以後 他們就輾轉到長岸 醉成大師這艘船 他比較幸運 他順利的到現在杭州這一帶登陸 那他就是到了天台山 來學法 後來就是傳天台中 這個時期 平安時期 他們就開始 雖然是從中國學 學中國的天台 跟中國的祕法 但是呢 他慢慢就是發展成自己 日本民族化的佛教 那除了醉成跟空海以外 那時候也派了很多的 所謂的 淺唐僧 淺唐僧 到唐朝學習 有所謂的陸唐八家 其實不只八位 有很多 比較著名的有八位 那這個時期 秘宗是新隆 新隆的時期 包括醉成大師 他所傳的天台宗 裡面也有所謂的台秘 叫做天台秘法 所以那個時期很流行 北邊在京都北邊的 現在的比瑞山 那醉成大師創了這個比瑞山 他就是傳天台宗 並且洪傳台秘 空海大師 後來就是到了現在大阪的南邊 在和歌山交界這個地方 高野山的地方 就創了這個 所謂的真言中 那今年剛好是高野山 一千兩百年的開山紀念 在四月五月有很盛大的法會活動 所以京都北邊的比瑞山 和南邊的高野山 就是平安時代 很重要的一個佛教的根據地 那這兩位大師 一年他們會見面一次 一個空海大師從南往北走 醉成大師從北往南走 到中央的地方 會面 商討一下 兩個教區之間的大事 有人在開玩笑 大家商量一下 不要互相搶那麼多的土地 大家平均一下 那空海大師 他號稱日本的蘇盛 我們中國的蘇盛是哪一位 王羲之對不對 空海大師號稱是 日本的王羲之 在兩年前 我們到高野山大學 高野山大學 他們的校長有給我們 開課介紹高野山歷史 同時他有請一位書道的老師 給我們介紹 空海大師的書譯 他的這個書道 就是毛筆字 書法寫得很好 但是你乍看之下 會覺得有點眼熟 很像王羲之的字體 他就是專門學王羲之 那裡面有一部很重要的 現在是墨寶 現在是墨寶 叫封信帖 那封信帖就是 空海大師寫給醉成大師的信件 那因為他裡面的這個字體 非常的瀟灑 非常飄逸 所以現在是日本書道的墨寶 好 平安中葉以後 那時候 那時候 國家開始進入了 所謂的 墨寶的時代 貴族跟武士之間 發生矛盾 那時候很多寺廟 為了要自保 他們都成立了自己有 自己的軍隊武力 叫做生兵 那佛教生理 也開始就射入了這些 日本的政治漩渦 奈良六宗也開始衰微 那國家就開始動亂 那國家一動亂的時候 這個淨土思想的 念佛往生派 那個就受到大家的重視 包括空眼上人 還有惠心原信 他們就在日本 紅傳淨土宗 第四個時代 是蓮倉時期 平安末期 那時候日本 有很嚴重的內戰 就是日本的戰國時期 那後來 墨府在蓮倉 設置江金墨府 展開了蓮倉時代 在佛教的部分 新興的宗派就慢慢出現 那也有人開始復興奈良的六宗 新舊佛教就產生多元的互動 大概有三個時期 比較值得注意 第一個時期 法蘭圓空 法蘭上人 他提倡以稱名念佛為主的淨土宗 他主要的傳承 就是來自於唐朝的散導大師 他有一天晚上 他就夢見散導大師 來跟他說法 來跟他講這個觀經 來跟他講淨土經典 他聽了以後 非常的法喜 然後他就 他本來是天台宗 後來他就創了 自己下山就創了淨土宗 那同樣的天台的法師 有一位叫榮熙 榮熙大師 他也下山了 融合了天台 秘教還有禪宗 他創了日本的靈紀宗 在我們中國 日本是靈紀派 在日本是日本的靈紀宗 就是由榮熙所創的 還有慈元 慈元大師 忠心天台宗 還有真慶法師 忠心法相宗 這是第一個時期 第二個時期 開始有一些新興的教派 很有名的日聯上人 他就創了日聯宗 這個宗派的修行 它是口唸 南魔尿法蓮華經 它是口唸經體 經體 它不是在送法華經的內容 它是在稱念經明 稱念經明 當作他們修行政務的方法 還有 有一位一片上人 他跟淨土的思想有關 強調一心念佛 他創立所謂的時宗 那淨土宗後來 後來又分出淨土宗跟淨土真宗 信仰人數很多 因為那時候世道很亂 所以淨土的思想 就受到大家的崇敬 那這時候淨土真宗 雖然是脫胎於淨土宗 跟中國淨土宗有關 但是它跟日聯中來講 都是日本民族的佛教 民族化的佛教 也就是跟中國的佛教 有很大的不同 所以日本佛教在這個時代 是一個轉變的時期 新的改革運動 在這個時期就慢慢的開展 接著是釋釘時代 這個時代 禪宗很受到重視 所以最後禪宗 從了武士階級 貴族階級 一直發展到平常百姓 所以一般的民間 都能夠接受 這一種禪位的宗教 而且他們發展屬於 跟禪有關的日本的 查道 花道 書道 建道 禪宗高僧也受到 江勳武士的推崇 還有尊敬 所以我們現在去看日本的文化 我們看到日本的花道 查道 這些 現在都代表著日本文化特色的 其實就是釋釘時代的 禪宗文化的發展 結合了民間的文化所發展 非常精緻 而又優美的一種禪位文化 像那個查道來講 查道它就 雖然傳至於中國 但是它自己有所謂抹查道 兼查道 各位不知道有沒有參加 有沒有參與過他們查道的茶席 很繁瑣對不對 要等很多的動作 但是都很優雅 有時候性子比較急一點 大概沒有耐心喝那一口茶 不過這正好是修身養性的好辦法 那除了這種很優雅的 在寺院的這個茶道 又有另外一種發展 它寺院茶道裡面的茶杯 不再像日本的煎茶道 還有抹茶道 用小小的杯子 它的杯子 比我們這個大號的碗還要大 跟那個臉盆一樣大 那麼大的一個碗 然後抹茶沖好以後 它的喝法是怎樣 就是捧起來喝一口 然後擦乾淨再傳給下一位 大家同喝那一大碗茶 象徵是什麼 眾生平等 在法界眾生餘利平等 這也是另外一種特殊的茶文化 跟中國的很不同 好 那淨土真宗跟日聯宗派 在創始人員機以後 那分的派別就非常的多 那那個真宗跟天台宗 它也有做一些改變來適應環境 那淨土真宗跟日聯宗 有受到這種被壓迫民眾的歡迎 第六個時期 江戶時期的佛教 這時候是德川幕府的時期 德川家康他頒布了鎖國政策 禁止了所謂的耶穌教傳入日本 就因為這樣子 那佛教就是還能夠繼續發展 德川家康他本身也是淨土中的信徒 所以他也有在努力保持佛教 他把佛教 納入封建的體制 頒布了四壇制度 或者叫做福田制度 這什麼意思呢 也就是他把每一個寺廟 劃分一些民家百姓 一些住宅負責來供給寺廟 也就是說有每一個寺廟 有固定的 固定的人 固定的家庭 來做供養 好 那這樣寺廟經濟好像得到解決了 但是呢 後來這變成是 日本佛教受到的控制 為什麼 那 因為是 是政權是政府幫你劃分的 那你如果不聽政府的號令的話 相對的 你這一個就得不到 所謂的試坦 得不到所謂的供養 你的寺廟經濟就會出問題 所以生活獲得保障 但是導致佛教發展的停滯 這個時期 從 中國 明朝有一位隱原禪師 他到日本 我們剛才講 創的這個黃伯宗 這個黃伯宗 其實他也是屬於禪宗 屬於黃伯派 但在日本叫做黃伯宗 很有趣 如果大家到黃伯這個萬伯室裡面去看 他裡面有一張公告 是他從開山的祖師 就是隱原禪師 第一任助詞 第二任助詞 歷代助詞的一欄表 我記得我到萬伯室的時候 我特別仔細去看 他從第一代到第二十一代的助詞 全部是漢人 全部是中國人 二十一代以後才開始有 有日本人 為什麼看得出來 因為你看姓師父一樣 所以 基本上 這個黃伯宗 也可以說是 中國的 明代中國的禪宗 好 後來就是變成日本 殘宗第三大派 這個時期 儒學還有國學也發展得很好 日本的神道也應食復興 但是呢 這時候 政權 政府就推動 廢視毀佛的運動 佛教就進入了這種黑暗的時期 明治維新以後 頒布神佛分離禮 這時候 國教是以神道教為國教 他甚至逼迫 那個當時的佛教的僧侶 改姓神道教 或逼迫還俗 而且獎勵生理食肉 戴法娶妻 那所以變成現在日本佛教的一個特殊狀況 他們是可以結婚生殖的 那所以整個戒律就受到了 整個徹底的一個破壞 那為什麼 當時有一些反抗 但是為什麼 最後大家還是 聽從政府的這樣的 規定 為什麼 就是前面剛才講的試談制度 你如果不聽政府的這個號令的話 那你的寺廟生活 寺廟經濟可能就會出問題 所以到目前為止 日本的寺廟 他們的繼承 住持是由敵長子繼承 那怎麼會有敵長子 敵長子就是長子 就是你要娶妻 起碼才會有生子 才會有長子 那你如果生的都是女兒怎麼辦 那你就要怎樣 遭罪 用女婿改姓 來繼承寺廟 那你如果都沒有人繼承的話 很抱歉 收歸本山會收歸國有 這是變成現在日本佛教的一個狀況 好 二十世紀的時候 有三位佛教宣區福田行界 大谷光尊 赤松光映 他們 站出來 來批評政府的宗教政策 到了明治二十二年 通過宗教自由法律 那佛教才度過困二時期 進入新的時代 明治二十年前後 日本就有研究佛學的風氣 同時有很多的佛教大學都成立了 那二世大戰以後 佛教蓬勃發展 新興宗教 余後春神的成立 其中日聯中發展的最蓬勃 所以我們只要看日聯中的系統 大家應該看過台灣有創駕學會 林友會 立正教程會 發展的非常迅速 他的信眾規模也相當的龐大 好 那我們就 先把 我們東北亞的部分 跟各位一起來做研討 我們再來介紹一下 有關於 亞洲地區佛教 東南亞的部分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越南 越南的佛教 越南因為它跟我們中國 靠得比較近 而且呢 它跟中南半島其他的國家 又有接壤 所以越南的佛教的情況 就很特殊 簡單的講 它裡面有大聖的佛教 也有上座部的佛教 到目前為止 也就是在這個國家都看得到 那 我們從這張投影片 的右上角 可以看到 這個寺廟 它的名稱叫正國寺 這個寺廟的三門 我們看它的牌坊 它還寫的是漢字 對不對 正國古事 那你如果看下面 這一個照片 這是另外一個佛式 另外一個佛式 越南它現在 把原來所使用的這些漢字 慢慢改成拼音文字 所以它就改 類似像羅馬拼音的 所謂的越南文字 在早期 越南幾乎都用的是漢字 如果大家到西貢 就是現在的胡志明市 你看那個商店 招牌 都還是用漢字 而且你到了寺廟的石碑 裡面也都是漢字 它現在的招牌 全部都是改成拼音的 寺廟也有很多 還是繼續沿用漢字的部分 正國寺有2000多年的歷史 相傳是越南最古老的佛式 它裡面有 握佛 牽手觀音 彌勒佛等等 越南佛教的起源 蠻早的 在公元二世紀到三世紀 據傳是用三種的途徑傳到越南的 第一個是從中國傳進來 在西元二世紀 這時候中國有兩位 一位是牟子 還有康生慧 這些人 他們把佛法傳到現在越南北部 以前叫膠子這一帶 公元六世紀的時候 印度生人 匹尼多流之 他本來是先到中國的長安 後來 在580年 再來到越南 紅傳的是什麼呢 禪中 所以 當時的禪中 在越南 現在稱為叫做 匹尼多流之禪系 聖言師父 有一個著作 有一關越南佛教的概論 裡面 裡面就有提到 越南有三個禪系 這就是最早的禪系 雲南 進入 洪河古地 據傳 有一些是屬於 密教的部分 從這個路徑進入 公元六世紀後 越南的聲團 就慢慢發展 行程 七到九世紀 寺廟遍各地 到了九世紀初 這時候有另外一個禪中的系統 叫做 吳延通禪系 創始人叫吳延通 他在越南創立這個新的禪派 公元十世紀到十世紀 這時候 李朝跟陳朝 兩個王朝 李朝是李公運所建立的 另外一個是陳朝 這兩個王朝 佛教就達到鼎盛 同時 這時候的主流是中國的南中禪 這時候有一位 草堂禪師 就創了所謂的草堂禪系 所以這三個禪系 就是聖賢師傅有提到的 越南的三個禪系 在李承王朝前後四百年間 國王他重用僧人賦予特權 僧人可以參與朝政 制定律令跟文書 十七世紀 淨土中 就取代了禪宗的地位 成立了竹林禪宗 十九世紀末 法國殖民了越南 法國的佔領 佛教就慢慢衰微 直到第二次大戰後 越南獨立 佛教才慢慢復甦 那近代的佛 越南佛教 有新朱 蘇聯 治海 玄維 一行等法師 他們的修飾心學 創辦雜誌 成立佛教組織 帶動佛教的發展 1975年 南北越統一 西貢就輪於越貢 後來改成胡志明寺 很多的佛教僧侶 就逃亡世界各地 越南的佛教 又就傳到了 包括歐洲的法國 還有美國 澳洲等國 接著我們看一下 緬甸 緬甸佛教 緬甸佛教傳進去了相當的早 我們看一下投影片 右上方 這是在緬甸首都仰光 仰光的大金寺 它這個塔 裡面的四塔 高度98米 是緬甸中最神聖的佛塔 而且塔身鋪金 塔內供養著玉石 佛像 緬甸玉佛 非常有名 底下這個是緬甸僧人 他們脱波的情形 緬甸佛教的起源 根據這一部著作叫《島史》 一部史書 他的記載 西岸泉三世紀 阿裕王 阿裕王是印度孔雀王朝 很重要的國王 佛教 也是在他手上得到很大的推廣 阿裕王他就派了很多的使者 到各地傳教 傳說他當時就派了 須那家 還有玉多羅 這兩個人 到經地傳教 這個經地可能就是指 夏緬甸這一帶 最初傳入的佛教是屬於上座部的佛教 西元十世紀以後 大聖佛教和密教都有傳入緬甸 十一世紀 這時候是在阿魯利陀王的王朝的時候 統一了全國 在當時的首都叫普甘 成立上座部佛教的教團 那時候 斯里蘭卡 當時叫做西蘭 因為西蘭當時也是上座部佛教的 上座佛教的重要的中心 那時候因為西蘭自己受到外敵的攻擊 所以這時候緬甸佛教取而代之 變成南傳佛教的中心 曾經長達兩百年之久 這時候叫做普甘佛教 全盛時期整個緬甸有一萬三千座的塔院跟寺院 十二世紀的時候 教團分裂成西蘭中派 西蘭中派就是從斯里蘭卡傳入的上座部大使派 還有原來就是從阿魯利王時代 早期就傳進來的緬甸中派 就分這兩派 十八世紀 根據這個 僧侶的身符 身符衣著的論真 那形成所謂的偏袒派和通姦派 那這個可能對這家居士比較不熟悉 也就是說在上座佛佛教 在這個身符的穿著 我們經典上常常講偏袒右肩 所以他穿的時候是可以把他的右肩露出來的 那這叫做他覺得這樣才是符合形式 但是其實同時有一種可以把右肩包覆起來的 所以其實偏袒派跟通姦派這兩穿著 事實上在南傳佛教是都看得到的 但是當時不知道為什麼就形成論真 變成兩派的對立 十九世紀 英國殖民的時候 為了要發起民族獨立運動 聲院就變成是這些獨立運動的一個凝聚中心 1947年緬甸獨立 佛教就慢慢復興 佛教在緬甸裡面的信徒 佔總人口百分之八十 所以無論男女老幼 大家都是以佛教為主 在男眾一生中 通常都要到過寺廟 參加這個短期出家的生活 所以佛教對緬甸人而言 不只是信仰 也是生活跟文化的全部 再來我們看 在緬甸東南的泰國 我們首先看這張投影片 是在泰國曼谷的金佛寺 為什麼叫金佛寺 因為裡面供奉一尊世界最大的金佛 黃金的佛像 重5.5噸 不知道5.5噸是不是全部都黃金 但是至少它的表面都是金的 純金的 佛像的高度到4米高 是屬於泰國 數可泰時代的藝術品 也是泰國佛教的無價之寶 泰國佛教在公元三世紀的時候傳入 當時主要是上座部的佛教 根據唐朝意境大師 他曾經有到中南半島來 他有一部著作叫南海祭歸內法傳 他的記載 在他的時代 泰國佛法已經盛行 據推測 那時候應該都是上座部的佛教 公元的八九世紀 從現在印尼的蘇門答蠟 傳入了大聖佛教 公元的十一世紀 緬甸人控制了太北地區 我們剛才講 緬甸當時有普甘佛教 就把普甘佛教 傳入了泰國 所謂的普甘佛教 其實它也有斯里蘭卡西蘭佛教的特色在裡頭 公元十四世紀 那時候是宿可泰王朝 他的國王拉馬甘亨王 他嚴請斯里蘭卡 當時稱為西蘭的法師 到泰國來傳法 那斯里蘭卡的佛教 變成主要的佛教派別 十四世紀 有一個大臣王朝 就取代了前面的宿可泰王朝 那時候也是崇尚佛教 新建了很多佛式 像最盛世巴考士 都很有名 裡面有一個國王 叫做坦奈洛家王 他還把王公改成佛式 那個佛式就命名為最聖片之士 十八世紀的時候 曼谷王朝來執政 那這時候好幾個泰國國王 從拉馬一世 拉馬三世 現在都是泰國現在的皇族 的協同 就從拉馬一世開始 拉馬一世他就努力的去推動 金律論三藏改革生團 拉馬三世他也有翻譯三藏 那把這些論典他翻譯成泰文 當時都是巴利文傳過來 他就把它改成泰文 這樣方便於普及 拉馬三世他自己 曾經出家 出家長達二十七年 所以他就很提倡戒律 創立了所謂的法中派 原來的泰國的佛教 就稱為大中派 所以就分成兩派流傳至今 五世朱拉龍宮王 他用泰文刊行的巴利聖典 然後創建了大設立學院 還有高級巴利文研究中心 還有發行發言雜誌到現在 所以現在泰國有一個很有名的佛教大學 就是要紀念它 叫朱拉龍宮大學 拉馬六世 他自己還有佛教的著作 拉馬七世 他改編了巴利三藏 形成泰國最完備的巴利三藏 拉馬八世的時候 他仿照國會行事 創立了這個聖邪制度 以聖皇為最大最高的領袖 底下有聖邪部長 聖邪會議 聖邪法庭 所以在泰國的佛教聖團 他有一個最高的領袖 就是聖王或者稱為聖皇 像傳說 泰國他們出家法師 他們替法 有時候我們法師那個頭髮會慢慢長長 需要把它替法 替法看一個月替幾次 通常每個道場都不一樣的時間 但是傳說在泰國 因為他們有這個聖邪組織 很嚴謹的組織 所以他們可以同一天替法 這個傳統是不是還有保存 不得而知 但是他們可以做到 所有的出家法師 可以同一天替法 而且在泰國 佛教是國教 佛教徒佔總人口百分之九十五 全國有三萬多的寺廟 九千多所的佛學院 還有兩所佛教大學 包括剛才講的朱拉隆工大學 自律於人才的培育 首都曼谷稱叫佛廟之都 或寺廟之都 寺廟非常多 泰國人一生都是以寺院為中心 寺院也是社會教育跟慈善的機構 生理很受到敬重 王室的儀式 國民教育和生活種種 都是以佛教為規範 所以他們規定 男生結婚之前 必須要出家 可能是至少一個禮拜 或者一個月 體驗短期的出家生活 泰國的男子如果沒有出過家 好像覺得你好像還沒長大 就好像我們在台灣沒有當過兵 好像還沒有變成大人 一樣的意思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高棉的佛教 高棉有一個很有名的 也是世界文化遺產 相信各位都聽過 叫吳哥窟 吳哥窟他不只是有傳入佛教 他還有印度教 他也曾經有傳入上座部的佛教 在十四世紀中葉的時候 他曾經是大聖佛教 十五世紀的時候 心羅入侵 就變成上座部的佛教 上面這張照片 這個就是吳哥窟的寺院 高棉佛教的起源 高棉或者我們現在稱作柬埔寨 古時候 中國的名稱稱呼他叫做佛南 佛南國 在西晋永寧元年 公元301年的時候 佛南國王他派遣使者 來奉獻 露洞金龍的佛像跟象牙塔 奉獻給西晋的皇帝 所以在西元30世紀的時候 高棉就已經有大聖佛教了 公元六世紀的時候 佛洛門教也曾經傳入 而且一度被定為國教 九世紀的時候 吳哥王朝創立 剛才講的吳哥窟 那個就是吳哥王朝的都城 這時候大聖佛教跟佛洛門教 是同時並行的 所以當時建有吳哥城跟吳哥寺 佛教的聖基 十三世紀以後 緬甸、仙羅、仙羅傳入西蘭的上座部佛教 後來高棉就主要 以上座部佛教為主的佛教國家 1863年 高棉被法國殖民 佛教受到皇室的護持 還能夠持續發展 1954年高棉獨立 然後憲法規定佛教為國教 全國95%的人口是信佛教的 寶塔寺院有2800多座 僧眾有8萬多人 僧團大概兩大系統 一種是深山禪修的僧侶 他們遠離成熟 另外一個是在比較靠近城市的青年僧侶 他們使佛教寺院成為宗教跟嗜學的中心 1970年高棉爆發內亂 有些僧侶流亡海外 這個內亂持續非常久 所以在高棉境內 可以說屍骨遍野 曾經有8萬多的僧侶還俗或殉教 塔寺幾乎被封閉 1979年以後 新政府開始關心佛教復興 不過還是有限制 50歲以下的男子不能出家 目前除了還俗的僧侶 獲整恢復身份 被破壞的佛教也開始慢慢重建 所以整個佛教在逐漸的復興當中 流亡海外的僧侶 他們也積極的鴻法 在美國有50座以上的道場 接著我們看一下 在越南跟泰國中的寮國 寮國的佛教 首先看投影片 上方的這個照片 是寮國的塔鸞 它是一個塔式 金色造型的塔式 它建於1556年 這是寮國最宏偉的寺廟 寮國佛教 它的起源 大概是它比較晚一點 在歷史上有記載的 已經到14世紀了 到14世紀的法陽王 法陽王 那時候他創立一個南掌國王朝 這時候從高棉傳進來 上座部的佛教 因為 因為法陽王 她的王后 就是高棉王的女兒 嫁到寮國來 這個王后她本身就是 虔誠的佛教徒 那國王受他的影響 他就請高森 作造佛像 包括建立波沙曼士 人民也就 逐漸轉姓佛教 十七世紀的時候 那時候 蘇利亞望王朝 佛教集聖 首都永征 那時候曾經 一度成為 東南亞佛教的中心 後來 遼國陷入分裂狀態 十九世紀 又變成法國殖民地 佛教的發展 就停滯了 1954年 遼國獨立 佛教開始就慢慢的 恢復跟發展 在遼國 也有跟泰國一樣 有設有身亡的身協組織 憲法有規定 佛教是國教 1960年陷入內戰 那佛教 雖然發展比較困難 但是已經是 遼國人民的生活重心 舉凡婚商喜慶 十一住行 甚至教育 都離不開佛教 1990年 遼國把 這個菩提樹葉 當作國旗的圖案 菩提樹葉在印度的時候 在佛陀的時代 那也是象徵佛陀 那顯示 遼國慢慢有在復興佛教 好 那以上是東南亞的部分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亞洲地區的南亞 南亞是佛教的起源 印度 就是佛教的發祥地 所以南亞幾個國家 離印度 都比較近 所以他們佛教的傳入就很早 像斯里蘭卡 當時稱為西蘭 我們看一下投影片裡面 上方的照片 這是斯里蘭卡的 丹布勒金寺 它建在西元前一世紀 很早 非常早 西元前一世紀 它是一個石庫式的寺廟 常見有個大佛 斯里蘭卡古朔稱為獅子國或西蘭 那它的佛教傳入很早 西元前三世紀 那個阿玉王 曾經派他的兒子 叫摩西陀 傳佛教到斯里蘭卡 當時的國王 天愛地區 就為阿玉王的兒子 建立佛式 然後同時舉行三藏集結 這變成是斯里蘭卡上座部 佛教的起源 斯里蘭卡的 在佛派以後的發展 它的派別是屬於赤同蝶部 那到了西元前後 佛教分化了兩派 一個是大士派 大士派 大士派就是主要以摩西陀 當時上座部佛教為主 另外一個是五位三世派 這時候五位三世是 包含的大小聖都有 那後來又分化出一部叫四多靈派 變成三派 這三派當時以五位三世派 作為新聖 五世紀的時候 有一個很著名的佛教論師 覺音大師 他在大士完成了巴利文的翻譯 並且完成了第一部 佛教的百科全書《清淨道論》 奠立了大自派復興的基礎 同個時期 倒死跟大死相繼問世 這時候是西蘭佛教的鼎盛時期 十一世紀的時候 南印度的侏羅人入侵 佛教也受到破壞 十二世紀的時候 波羅結摩八戶一世 在位立正佛教 集結上座部的三藏 確立了大士派 是西蘭佛教的正統 十三到十七世紀 西蘭又被葡萄牙荷蘭等國侵占 佛教再度受挫 到了十八世紀 才有優婆梨 優婆梨是泰國去的長老 有這些人來做復興 目前西蘭卡的佛教 它有些很多團體 包括摩赫菩提協會 世界佛教徒友誼會 青年佛教會 西蘭卡佛教聯盟等等 像摩赫菩提協會很有名 他們出錢出力 幫忙把印度 當時佛仇時代 所謂的八大聖地 做一些修復 枕見 他們不遺餘力 貢獻良多 他們也使得斯里蘭卡 這些團體 把斯里蘭卡變成 南傳上座部佛教的代表 因為斯里蘭卡跟印度很近 早期佛陀成道的地方 就是菩提佳葉 菩提佳葉現在有一個 金剛大爵士 如果大家去金剛大爵士 旁邊可以看到 在寺塔旁邊 有一個金剛寶座 金剛寶座後面有菩提樹 相傳佛陀就是在菩提樹下 金剛座上 絕無成佛的 目前金剛寶座是還存在 但是那個菩提樹 大家現在也看得到 不過那個菩提樹 不是原來的菩提樹 原先那棵菩提樹 被火燒掉了 但是很幸運的是 最早的那棵菩提樹 曾經分枝 分枝到哪裡 就是分枝到斯里蘭卡 所以 斯里蘭卡 他有把菩提佳葉的菩提樹 分枝 而且他把它種植起來 並且請佛牙來供奉 這是斯里蘭卡人的驕傲 為什麼呢? 因為後來菩提佳葉那棵菩提樹 燒掉以後 然後斯里蘭卡再趕快的 再把它分枝 再把它送回去 再種起來 所以現在又可以看到菩提樹 算不算是 如果從植物學的角度 算不算是同一棵 因為它也是同一個分枝 分枝到斯里蘭卡 然後再分枝回來 就這樣的一個過程 好 在印度北邊 靠近喜馬拉雅山脈的尼泊爾 那 離印度也很接近 它北邊也跟中國比臨 所以佛教 也很重要的影響這個國家 那我們看一下 投影片這個是世界上最高的佛塔 叫布特勒佛塔 高度有68米 周長100米 然後它建於西元前三世紀 所以到現在已經 兩千多年了 兩千三百多年了 它是復波形的 白色復波形 然後上面有一個四方肌體 四方肌體它很特別 如果大家有去過就看到 它這四面都畫著一雙佛眼 只有兩個眼睛 每一面的牆上 就是這個基座 現在有紅布的那個底下 都有一對眼睛 一雙 然後這雙眼睛的中間 有竖著一個 我們叫第三隻眼 有人說是慧眼 第三隻眼 這象徵無上智慧 很特別 尼泊爾的佛教 相傳在西元前 五百二十年 釋迦摩尼佛就自己 曾經在尼泊爾的古地 來傳播佛法 所以世尊相傳 當時他就 曾經到過尼泊爾弘法 西元前兩百六十五年 孔雀王朝阿育王 帶著他的女兒 到南比尼園 南比尼園就是佛陀的出生地 它是在尼泊爾跟印度的交界 如果各位去印度朝聖 你要去看佛陀的出生地 那你就要經過尼泊爾的海關 進入了尼泊爾境內 你才可以看到這個南比尼園 那阿育王 當時就在南比尼園 樹立那個十柱 十柱 這是阿育王十柱 西元後的最初幾個世紀 他主要是聖行 上座部佛教裡面的說一切有部 大聖佛教興起以後 瑜伽形派的理論奠基人 四清菩薩 曾經有到過尼泊爾 並且洪傳佛法 五世紀在尼泊皮王朝的時候 印度教也傳到尼泊爾 並且得到發展 但是同時佛教也並存 我們中國東京的高僧法賢大師 曾經在公元405年 有去加碧羅衛國 加碧羅衛國就是當時佛陀 他的國家 他的城邦 也到了佛陀的出生地 就是尼泊爾的南比尼園 來做瞻仰 那他這些見文都有記在佛國祭 這些佛國祭跟大唐西域祭 以及馬可波羅遊祭 並列世界三大遊祭 西元八世紀的時候 尼泊爾佛教跟印度教民間信仰 就結合成密教形式的大聖佛教 十三世紀 那個回教就入侵了印度 那不少佛教僧人 就攜帶經典 進入尼泊爾 那這時候 尼泊爾的佛教就達到頂聖 十四十五世紀的時候 藏傳佛教傳入尼泊爾 那聖行崇拜金剛族啊 靈啊 宗教活動 充分展現了密教的色彩 好 那南亞還有一個小國 是在喜馬拉雅山區 叫布丹 不丹的佛教 目前主要也是以藏傳的形式為主 不丹的民族其實它也是跟藏人有相關的協同 是藏人的不丹族 那我們看這張照片 這是一個寺廟 不丹的寺廟 叫札西雀宗 這個是很有名的佛教寺院 同時它也是政治中心 建於十三世紀 它在山裡面海拔到2500公尺的高山裡面 不丹它在喜馬拉雅山東路 對外交通很困難 所以有秘境農國之稱 秘密的境地 一般人很不容易到達 那其實它的住民都是藏人系統的不丹族 不丹人它最重要是 崇信西藏佛教的林馬八 就是林馬派 八世紀中葉 在蓮華僧大士從西藏返回印度的時候 中途有經過這個不丹 而且它有駐留在不丹宣教 所以當時蓮華僧大士的風法足跡 也都是變成現今的一個朝聖的重地 十一二世紀的時候 西藏佛教各派也開始在不丹活躍 以嘎舉派最盛 十六世紀的時候 政府和宗教採用正教合一的政策 法王以轉世的方式統治不丹 歌曲派成為不丹的國教 目前不丹人幾乎全是佛教 在世界佛教圖有一會 在不丹成立分會後 許多年輕生女開始到世界各國參學 同時也把不丹的佛教帶往世界各地 好 以上是有關於亞洲地區的部分 除了亞洲以外 歐美地區 其實佛教也有陸陸續續的傳播 雖然歐洲 美洲 像歐洲最主要是以基督宗教為主的地區 但是呢 隨著十九世紀 殖民主義二十世紀 列強 也把佛教 佛教的文化也好 佛教的文獻也好 也帶到歐美的地區 我們先看一下歐洲 第一個 先來看一下德國 因為佛教傳到歐洲 最早就是德國 德國人的特性 正好跟我們佛教的教義 很能夠結合 因為德國人信號誠實 他是西方國家中最早體會佛教真諦的 所以裡面有很多的哲學家 音樂家 都是佛教的崇信者 包括十七世紀 萊布尼茲 十八世紀的康德 還有蘇本華 尼采 這些都是哲學家 像音樂家華格納 他也是佛教的崇信者 1818年 德國開設第一個 梵文跟印度學的研究所 到現在都還有很多的研究 還有刊物 書籍在出版 1903年 德國音樂家古斯 他也出家 成為德國第一位比丘 1945年 那時候德國在二次大戰戰敗 各地佛教徒又慢慢成立 呈現了百花齊放的景象 在歐洲最西邊的島國 英國 英國的佛教他最早 因為英國自己也是屬於天主基督教的系統 亨利八世以後 自創英國國教 所以他開始並沒有 並不是接受佛教的宗教的部分 他是以佛教的學術研究為主 為什麼呢 因為他當時號稱日不若帝國 隨著列強殖民主義 他到了中南半島 印度 南亞等等 都是他的殖民地 這些殖民地很多都是佛教國家 那英國為了要了解 這些國家的文化 以便於管理跟控制 所以他就是研究 包括南傳的佛教 包括藏傳的佛教 大聖佛教 都有研究 1875年 蔡特斯完成最早的一部巴音詞典 就是巴利文跟英文對照的詞典 1882年戴維茲成立巴利聖典結會 把巴利的三藏經典 有計畫的翻成英文 翻譯的英文 成為英國佛教的發展 做了一個鋪路的工作 還有何吉森 在尼泊爾發現了 梵文的備業經典 為歐洲研究大聖佛教的濫傷 這些備業經典 包括有一些大聖的經典 像現在的法華經 法華經的梵文經典 在我們中國是已經失傳了 但是在尼泊爾就有發現 還有阿諾德 他有詩篇 《亞洲之光》 翻成十多國語言 介紹了很多佛教的信仰 迪斯羅斯 他著有西藏語文法 藏英大辭典 便利了藏傳佛教研究 還有一位非常有名的歷史學家 叫斯坦因 他的探險隊 在我們現在河西走廊的敦煌 發現了千佛洞的古經典文物 所謂的敦煌文獻 引起西方對西域佛教的研究 近代英國的佛教 以孔之為研究大聖佛教的蕎楚 被譽為歐洲佛學的大師 佛教在民間也展開一些弘法的活動 1906年 杰克森在海德公園宣揚教育 海德公園在倫敦 如果你有很多的想法主張 你就可以到海德公園 你搬一個箱子 站上去你就可以演說 很多人就圍在那裡聽你的演說 可能當時 杰克森就是在海德公園 跟大眾來演說 不過他宣揚的是佛教的教義 佛教就變成一般民眾所知道 有一些佛教組織就慢慢的成立 像布列甸艾爾蘭佛教會 佛教協會 西方佛教神團之友 法光寺 法光寺是還有一些專門 弘揚藏傳佛教南傳佛教的中心 1954年 摩赫普提協會 就是我們剛才講的斯里蘭卡 摩赫普提協會 也在倫敦創建倫敦佛教經社 這是南傳佛教在歐洲的第一座佛寺 隔著英倫海峽對岸的法國 我們來看一下法國的佛教 那在西方歐美 首先用系統化的方法來研究佛學 是法國 所以在佛學研究上有所謂的巴黎學派 指的就是法國的佛教研究 1826年 布諾夫跟德國拉森合作 一個論巴黎語文 他首開西方研究巴黎文的風潮 後在巴黎又組織了法雅協會 就開創了 梵文 漢文 藏文版經典的對照翻譯 開啟了佛學研究的風氣 所以有歐洲佛學研究之父的稱譽 指的是布諾夫 法國的佛教在梵文翻譯上 也有很重要的貢獻 最重要的人物是列維 他有教義安徽的維世三世壽 吳卓的莊嚴經論等等 是一個佛教哲學跟歷史研究 開闢了新的天地 還有另外一位著名的學者叫普仙 他專門研究大聖佛教 最大的貢獻是幫世青菩薩的拒責論 把它翻譯為法文 他也是研究說一切有部的先驅 再來我們來看 在歐洲最東邊的俄國 俄國他因為跟中國有接壤 所以俄國的佛教 大概在十七世紀的時候 由信奉藏傳佛教的蒙古族人傳入 1741年俄國伊麗薩白女王 她下一個招書 赤豐可汗喇嘛為佛教最高行政首長 所以促進了佛教的發展 後來在布利亞的佛教寺院和組織 相繼成立 生理的地位也提高了 十九世紀以後 沙皇也鼓勵佛教的研究 還有經典的翻譯 那最具名望是 多爾耶夫喇嘛 他曾經被任命達奈斯三世的宗教顧問 西藏跟蘇俄的 當時蘇聯的外交關係 他來穿真引線 那俄國佛教的研究 對於漢傳佛教也很有貢獻 特別是當時在新疆 所謂的黑水城這個地方 俄國的考古隊也找到一批文獻 就是現在史稱的黑水文獻 那裡面有很重要的經典 那這份文獻 後來也是佛學研究學者很看重 很多研究發表成果的部分 1912年 得到達賴喇嘛的支持 在聖彼得堡 建立了一個佛寺 叫卡拉加哈喀寺 他每年有定期舉辦法會還有接下安居 那是他不是第一座試驗 但是是第一座 按照佛教儀式儀軌 包括法會 接下這樣的佛寺 1929年 史達林當政 開始毀佛 直到第二次大戰後才獲得改善 那蘇聯政府 開始允許佛寺建造 國外的學者陸續回國 那也有在外國學者到蘇聯授課 佛教就變成是在學術研究的浪潮下 慢慢推動 漸入曙光 好 歐美地區的美洲 部分 美洲佛教最主要是由 東方的移民所傳入的 大概在二十世紀五六零年代 日本僑民大量遷入中南美洲 佛教的信仰就隨著傳進來 不過當時佛法的洪傳 主要是在亞洲人 特別是日本人 這些社區社團當中 在白人社會 還不是很能夠開展 不過白人社會 卻很重視裡面的禪學 或者是禪宗 或禪修道場 日本的禪學太走 林木大走 他有在美國 在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 講授佛學 對佛學研究的價值功不可沒 還有日聯中的創架學會 戰後 因為美軍由日本撤回而傳入 那時候美軍曾經代管日本一段時間 所以很多美軍就接受了日聯中 所以他們回國以後就傳入了美國 成為美國最大的佛教宗派 1970年代 西藏阿媽 紛紛離開了西藏 輾轉到美國 所以藏傳佛教也在美國開始發展 再來我們看看其他佛教的地區 其他的地區 我們看在澳洲的部分 澳洲雖然地處於亞洲 但是它直到19世紀 因為它開發的比較慢 它的開發主要是早期 很多人去掏金 所謂的掏金時代 佛教就隨著西藏的商人和商船 就慢慢傳進來 但是人數很少 傳揚不容易 直到20世紀 研究佛教的西方人士移民到澳洲 佛教就慢慢傳播開來 這是美國籍的比丘尼 達摩真娜 在1951年來到澳洲弘法 先後成立維多利亞學會 跟新南威爾斯佛學會等 然後其他的佛教團體就相繼的跟進 20世紀後期 來自亞洲的移民 有不少佛教徒 他們也在澳洲組織佛教團體 舉辦弘法活動 現在台灣其實也有一些 我們漢傳佛教的法師 到澳洲去建立道場弘揚佛教 再來我們看非洲 20世紀 1920年代 東非的坦上尼亞 有西蘭的商人 他每年會辦這個 御佛節的御佛活動 1927年 摩和菩提學會 在佛誕節的時候 用三種語言弘揚佛法 然後也製政了這些佛教的書籍 但是可惜 當時沒有生團 所以佛教沒有辦法在非洲正式的弘傳 只是有一些相關活動而已 1992年 佛光山 惠禮法師 他在南非那邊 建立了南華寺 所以我們漢傳佛教 就慢慢的在非洲這塊大陸上 就慢慢有一些發展 好 最後我們來看一下 這張投影片 這張投影片是 我們來 揭露 我們世界各國各地 出家僧侶的身符 出家法師他的服裝 我們剛才講說 當時有通姦派跟那個 所謂的坦姦派的這種 兩派 兩派的對立 其實所謂的通姦派 就是我們來看 這照片 左上角 左上角這個 是不是這位法師露出 右肩來 這就屬於通姦的穿著 那同時 他也可以把右肩包覆起來 所以這兩種形式 事實上 在上座部佛教 上座部佛教的這些地區 兩種傳說的方式 是並存的 那這個是我們泰國的傳承的身符 再看中間這邊是斯里蘭卡 斯里蘭卡 它顏色比較淺一點 當然現在泰國的法生寺 它的身符的顏色 也是比較屬於這種淺橘黃的這個顏色 比較像斯里蘭卡這種 它一樣也有坦姦跟所謂的 整個包覆起來的方式 最右邊上方這個是緬甸的傳承 它一樣也有坦姦跟通姦 通姦就是把它整個包覆起來的意思 這兩種形式都有 再來我們看 右下角 這是我們漢傳佛教法師的穿著 法師有時候裡面會先穿海青 然後再搭五一七一或九一 漢傳比較特別的是 有一種叫做紅阻衣 那在第三個照片 這個是漢傳佛教法師的穿著 他們的內著是淺黃色 然後他們的身符是暗紅色的 然後最中間這一張是 是漢國法師的身符 那它跟我們漢傳佛教的身符很接近 那他們的身符主要是以灰色系為主 然後外著是這一個袈裟 那小沙密的袈裟 就變成這個小背包式的 非常可愛 然後再過來一張 左邊這個是日本 日本法師的身符 那它有兩種 袈裟的方式 一種袈裟它是一個簡化板 它把袈裟做成一個像袋子狀的掛在胸前 那甚至大家還可以看到有像掛袋式的袈裟 這也看得到 那另外 因為日本佛教的中派很多 它又發展出自己日本民族化的佛教 所以它的袈裟的樣式非常的多 顏色也很多樣 那另外一種袈裟就是這樣 這個斜杯式的 有一種是尖掛式的 好 大家看到這一組照片 會不會覺得各地佛教身符非常不一樣 但是基本上他們還是有共同的原則 共同的原則 也就是說 像以漢傳佛教法師這邊來講 我們佛教的身符 原則這樣就是三件叫三一 有五條的五一 七條的七一 跟九條的九一 只是在各地 按照不同的發展 它有所改變而已 那最大的特點 就是我們這兩組 上下兩組 照片來講 南傳佛教的國家 比較接近當時 印度 那時候出家沙門的穿著 他們就是三件一 然後外國 基本上裡面就不穿了 但是這種 這種身符 到了我們像中國 西藏這比較韓人的地方 那就是沒有辦法保暖 所以呢 像中國 西藏 韓國 日本 裡面再會去發展 還有內著的身符 像我們中國裡面的身符 禮符 就有像這個長山 還有中掛羅漢山 那就跟南傳的佛教 有所區別 那不管 現在看起來 整個外向上 身符的外向上 看來是不一樣 但是呢 我們看 今天所跟大家一起研討的 包括亞洲歐美 包括非洲澳洲 這只要有佛教 法師也好 佛教金法弘揚的地方 也好 那基本上 大家還是都維持著 釋迦牟尼佛 他所傳承下來的 教戒 戒律 還有金法 以及修行的儀軌等等 雖然有很多種派別 但這也是在說明 我們佛教的輝煌 佛教的多樣性 以及傳播到各地的多元化 所以呢 今天給大家最後這張投影片 最大的用意是說 我們今天看了那麼多 不一樣的佛教的發展的過程 不一樣地區 又結合了不一樣地區文化的 佛教的發展 那我們是不是來想想看 我們的佛教的走向 將來是各自為政呢 還是說 我們把大家在這麼多 這兩千多年來的 這個發展 把他的精華把他的優點 是不是可以互相的交融 互相的學習 讓未來的佛教 得到更好的發展 讓世界人類 包括所有的友情眾生 能夠得到最大的利益 所以我們今天 就從世界佛教的分布 來看起 那接著我們下個禮拜 就來談一談 佛教的既往開來 他的過去跟未來的走向 那今天就非常感謝 獻上以及在場 諸位法師以及菩薩的參與 謝謝各位 阿彌陀佛